中医生,我想问一个病人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食药 有很多人说,老人家很怕食药 一吃完就会吃一小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是否吃一小 听起来好像是 另一个问题是否有副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 这些药对身体会产生什么功效呢 好,第一件事是 吃药要不要吃一小 我们最重要的是 吃药能否帮助病人去到原本的生活 甚至令到病情得意的控制 如果我们说要不吃药 就怕吃药吃一小 而不吃药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能够吃药 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 药物的副作用又可以轻弱 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副作用 为什么不去用药物去处理的情况 因为我们也知道 随着医学发达、科学发达 现在的药物基本上的副作用 相对于20年前 基本上 好像我最初读书时 20年前 基本上已经进步了很多了 如果我们说是有没有副作用 最常见我们医治柏金顺症的药物 就是左舜多巴胺 左舜多巴胺 很多时候是主要医治柏金顺症的 其他药物我可以这么说 很多其他药物是辅助 辅助左舜多巴胺 去医治的情况 左舜多巴胺最常见的情况 都是作门和上吐 或者有些便秘的情况 这些是初期的副作用 但很多时候作门和上吐 这些症状 我们都可以用 药物调教的速度 或者药物的剂量 或者是食药的方式 或者其他药物去帮助 减少作门上吐的情况 是得以舒缓的 很多时候如果能够适当处理 作门上吐很多时候 都不是阻碍用 左舜多巴胺最大的障碍 我们听过的副作用 是很轻弱的 如果我发现自己的手不断震 又不能动 我吃了药物之后 有点作门 但会有些药物控制 不过很多人会担心 左舜多巴胺会引致 最初最常见的情况 几年后就会无效 但我想强调一点 柏金顺症本身是退化症状 即使你吃着药物 脑部的细胞的退化都会继续 所以初期用一个标准的药物 三年后或四五年后 可能药物是要增加或调校的 并不是完全因为药物而失效了 是因为病本身是恶化了 所以需要的药物会增加 当然有些病人吃了之后 会有些多动的情况 但多动的情况 都可以从调校药物 或者用其他辅助药物 可以减少 想想想多动也是一件好事 他本身躺在梳化上看电视 不想移动 多动之后会下去做多些运动 嫁他打太极 是否反而是好事 多动的情况并不是 他走去做运动 他的身体有些不自主的动动 甚至有些颈部和手会摆动 有时可以是很夸张 特别是家人看见 可能患者会摆动得很夸张 即是手不断躺 对 会很夸张 当然如果是药物的调校方面 很多时候都可以减缓一些 通常我们吃药 要花一段时间比较长 隔多久要见一见医生 或者我作为一个亲人照顾者 有时会发觉 我应该如何跟医生交代 我的病患者或者我家亲人的状态 令医生更容易掌握病者 因为可能病者未必说得很清楚 家人应该留意什么 让医生有个交流 我想最初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说 如果最初期诊断了柏金信症之后 复诊通常初期也会密一点 当然有些可能会密到几个星期 之后再间五、六个星期 或者两、三个月 或者很稳定的 可能三、四个月才见在前面 也是医生常做的 因为初期可能要断症 看看药物稳定 就会密一点 之后就会长一点 至于说家人见到什么情况 我就建议家人不需要分 总之见到什么 就告诉医生 让医生去分 我觉得就是最全面的 明白 通常我们家人要多留意什么 可以给予一些资讯 例如病情可能好或者恶化了 其实病人本身在家里 会出现什么状态 我们要多留意那类型的 例如在床睡觉吃饭 或者是他说话或者知觉 最常见的我们可以看看病人 他的行动速度有没有会慢了 例如以前由家里走去 星期日去喝茶 基本上可以走20分钟就已经去到 现在要走40分钟就走得慢了 或者严重一点 就可能会以前用筷子用匙巾 或者是写字都可以做得到 去银行签纸签得到 现在做不到 这些都是一些较为明显的症状 再明显不过就是 例如如果拍金讯定患者 他随着的情况是较为深 就可能会跌倒 或者甚至吞烟有困难 这些都是一些明显的症状 可能他以为老人家不想吃东西 然后是吞烟有困难 令他不想吃东西 可能就发觉不发 食量改变了 很多时候家人都忙做事 可能就交给工人 工人又不懂得发现这些事 要交代如何说这些事 明白 我们刚才所说 走得慢的意思 是否他也是慢慢走 但是否只是步很小 我见过那些老人家的步 一步一步很迷很迷 但一步很小 碎步 是否你所谓慢的感觉 是否碎步 总之一步都是大步 形式是怎样的 拍金讯定患者 他们的步伐有点特别 他们的手摇摆会较为笑 身躯的摇摆会较为笑 颈和背就会较为弯曲 好像弯起一条背 当他走路的时候 好像伸同手就不动 脚就很碎步地移动 脚就会很黏住地下 就不会像年轻人那样 会起步 脚会离开地下 一步一步地走 很多时候 因为拍金讯定患者的病本身 他自己走得不稳定 很多时同一时间 两只脚会碰着地下 会这样 线线地走 即是他自己心惊跌 即是他本身的动作 也是要变成这样的 他本身的动作是这样的 当他自己走得不稳定 就算所有人都会 例如我们去溜冰 当我们跌到眼淡淡的时候 很多时都会变得碎步 紧张 会捉住东西走 很碎步 或者是膝盖弯曲 令到重心下降 令到自己稳定 钟医生 我又想理解一下 其实之前你和我分享过 在腦里退化 人认知比较慢 有些人不记得 我们又说过 原来拍金讯的行动 又会比较不灵活 走碎步 或者跌跌 这些都不灵活 这两方面 我们可以说是一起出现的 还是先后有拍金讯 有点懵得 有时会很难分 有时医生也分不了 我们有三种情况 第一 就是本身是拍金讯病 当他去到中后期 甚至末期的时候 他的记性会变差 第二个情况 就是他本身是有 老人缺乏症 或者是认知障碍症 当他很后期的时候 他又会有拍金讯症状 当然最不幸的是 本身的长者 又有拍金讯症 又有老退化症 因为本身 拍金讯症和老退化症 都是老人家 常见的老部退化症状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即是退化了不同部份 就会出现那种症状 可能两个一起退化 可能一先一后 又会带到另一个 或者只是两个独立 因为病理上两个是独立的 病理上基本上 退化的源头 病变 病理 病理 人命的死 细胞 如何自己死亡 基本上原因都是不同的 所以两个可以在同时 单独存在 但是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的伤害 就没有说一个人 引起另一个人 就不是因为关事 因为一起老退化 看你中不中两个 明白了